民主基金会执行长人士被绿营卡关 传出绿营担心卢叶忠担任执行长之后 恐怕更改了补助规则 因此对卢叶忠反弹很大 而对此地委洪孟凯质疑 民进党是怕基金会的金流残污纳购被查出来吗 来看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国会大现场我们这里邀请到了 国务党团书记长洪孟凯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是 大家早安大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 民主基金会在韩国瑜接任董事长之后 现在执行长这个位置玄缺 明明韩国瑜已经提出 就是要找这个政大的教授 卢叶忠来接任执行长 但是绿营的董事非常的反弹 现在更传出好像绿营的董事 担心卢叶忠上任之后 去改了补助的游戏规则 所以一直不让卢叶忠上任 是 我想在台湾民主基金会 这个执行长的玄缺 到现在还是持续玄缺当中 用代理的方式 这实在是非常令人匪夷所事的一个情况 其实追根究底 台湾民主基金会 现在担任董事长是韩国瑜院长 他本来就是立法院院长兼任 这个是过去的一个惯例 也是约定俗成 而里面张承写得非常清楚 执行党设议人 就是由董事长来任命 对董事会负责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还是持续卡这个人事呢 其实我们先讲 这个卢叶忠教授 他是副院长 他是政大的副院长 也是教授 而且过去有六年 在台湾民主基金会 相关的一个资历 跟不管是王金平院长 游锡坤院长 苏嘉全院长 也都有共事过 所以他非常了解实物的情况 而且他在外交上面 国际关系上面 也是非常的活跃 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 关系上面来讲 我们真的不懂说 为什么在这个人事案上面 还要处处的来去闲置 还要处处的来去卡 其实大家记不记得 今年三月的时候 就有传出说 韩院长认为说 卢教授这样的一个人选 非常的合适 就要请他来担任执行长的时候 马上就一堆这个阴谋论出来了 而且马上就 民进党的这个 用巧立名目的方式 或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手法 让这个董事多 他们代表一人 也变成是说 在整个董事的组成里面来讲 相对来说 绿营的人占比较多 但是我们讲是说 不管怎么样 你政党会轮替 但是民主基金会 你做的事情 是对我们国家来讲 有帮助的外交 国际关系 以及相关的一些补助 真的不需要分政党 除非什么 除非你自己心里已经有鬼了 所以说是不是这个卢教授 他其实非常了解 这个补助 以及相关运作的实物 所以就能够进入之后 也许过去有一些藏污纳垢的地方 过去有一些不符合名目的地方 或是过去有一些补助 没有依照相关办法的地方 怕被揪出来 否则的话 我真的觉得是说 你真的没有必要去卡这样的人事案 再者卢教授 他其实政党立场 也许他有 但是他对于真正正正被韩国医院长任命 是因为他的国际关系 以及他的外交灵活的状况 在国际上面 真的能够让台湾走开大门 走大路 走出台湾 放眼世界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 这个人士赶快的尘埃落定 能够跟韩院长两个人并肩作战 好好的把台湾 我们已经很困难的一个国际处境 能够更赶快开大门 走大路 大步向前的迈向国际 对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关于这一次 可能担心会不会有一些 藏污纳垢的地方被揪出来 然后一直不敢让卢岳中上任 是真的把民主基金会 变成民进党的小金库吗 然后甚至还有传出说 好像不想要让卢岳中的表现 这么样子的好 就是执政党不想要让 在一党推荐的名单表现的好 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我们就问一件事情 如果说真的表现的好 是谁的表现 是台湾的表现 是中华民国的表现 是所有的亏底 在外交上面 在国际上面的发光发热 最后的亏底都会回归到 就是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 不是吗 你民进党政府现在不就是在 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执政党 那你不是更应该乐见说 任何人在野的力量 民间的力量 让所有大家的力量 共同把台湾这块金字招牌 共同把中华民国推出世界 就没想到你居然还在怕东怕西 怕说你表现得太好了 可能会让台湾太被大家知道了 有这个道理吗 除非你心里还是想着 我民进党才是台湾的代表 你们其他人国民党 或是你其他在野党不是 如果你有分这样的一个蓝绿 如果说你在国际社会上面 你还有心里在想政党的话 很抱歉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执政党 你看美国 美国国内有民主党 有共和党 他们中统大选竞争的可激烈的 现在他们厮杀的 银弹攻击 互相的攻击 互相的这个广告 打的真的是刀刀剑骨 可是出了美国国进之后 在世界 你有听过他们在分说 我是共和党我是民主党吗 很抱歉没有 他们就是USA 所以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人家可以变成是一个 令人尊敬的民主国家 而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在国内有两党三党 多党的一个竞争 可是到了国外之后 却还有民进党的代表 还怕是说在野党的风光 或说在野党的光芒太露 导致于说让台湾太被看见 所以真的不用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再次强调 我绝对相信卢教授他的专业 我也相信韩国瑜院长的慧眼是英雄 我更相信如果说能够让他们两个人 并肩作战合作 配合我们立法院现在国会多数 我们的党团大家运作的话 绝对能够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 但是如果说民进党真的还是用这种意识形态之身的话 很抱歉慢走不送 而9月韩国瑜院长会去做一个人事报告 我相信到时候也会让媒体朋友 也会让所有国人来看见 谁才是真正爱台湾 谁才是真正党台湾民主发展的罪魁祸首 是的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书理长的宝贵时间 谢谢委员 好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民主基金会的这个人事案 为什么基金长一直卡着 那么刚刚委员特别提到 是不是就真的是政党意识形态在作祟呢 以及为什么不让卢叶忠上任呢 卢叶忠过去有在民主基金会的相关的经验啊 那你不让他上任是担心 真的有任何的藏污纳购把它找出来吗 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 真的民进党把民主基金会当成小金户 所以怕人家查吗 这样是这一节的国水星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卢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酷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我们下期见